我們一般這個風明器啊 其實有分兩種 各位你進到簡報第54頁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裡我有準備兩個 我們一般有分有緣跟無緣 有的到沒有的 那這兩個呢 大致上你可以從兩個地方去做判斷 第一個 腳 他的長短腳 你先看一下 如果是 這個 如果是無緣的 你風明器拿出來這裡有兩隻腳應該會是一樣長 你還記得我們早上LD燈有沒有長短腳 對不對 那這個就一樣長 如果是有緣的 他就是一長一短 所以你看你們現在手上的是長短腳還是一長一短 你覺得比較像哪一個 一樣長 對 好 第二個 你從他澆灌的方式 你看你們那一個無緣的應該看得到那個綠色的晶片的那個板子 有沒有電路板 你如果是有緣的他通常會用像短腳這樣 就是 就是空著的那裡 會亮亮的 所以你們的是哪一種 無緣 對 這樣知道了嗎 那 有緣跟無緣差在哪裡 差在 會不會見面嗎 有緣才會見面啊 哈哈哈哈 這樣很冷吧 對不對 嘿 差在什麼呢 如果你是 有緣的 我們通常還當作警報器 他只有單一個聲 音調 所以 通電了 嗶 沒有通電就怎樣 就沒聲音 那麼無緣的 就是他可以用那個 電壓 調整 就是 有點像各位 風鳴器用到的地方很多 很多的那個 玩具裡面有沒有都有風鳴器 有啊 因為 做互動 除了用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用 燈光 對不對 閃爍 另外一種 是不是很常用聲音 幾聲代表什麼意思 對不對 一長兩短 最好就是不要三長 哈哈哈 那一種 對不對 了解意思 就是說 像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防空演習啊 B幾聲 第一聲 然後解除警報 不是用幾聲嗎 他不是用廣播的吧 廣播你可能聽不到啊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方式 那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家裡面應該有這種計時器吧 廚房用的那個計時器啊 煮東西不是那個計時器 裡面聽到就這個 裡面就風鳴器啊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這個其實也可以用 那另外我手邊這裡還有一個 剛剛有看到的那個蓋道 看一下 這個 像這個 像這種課我都很麻煩 你看我最麻煩就是要帶很多東西 在這裡 這一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顆 這個 給你猜這是有緣還是無緣 幾顆 有緣 對 這顆有緣的 所以這顆 如果有通電 就是警報器 所以我可以試一下給各位看 我們就插看看你就知道啦 對啊 但是等一下我很吵不要不要怪我 就是這裡有正負極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借用一下 正極 負極 好 耳朵準備關閉囉 這樣還好 有沒有發現通電就 就亮了 對不對 這樣就沒有了 所以 有緣跟無緣就差在這邊 那有緣的 無緣的當然你 放下去就很單純 你要控制它它才會叫 所以一般我們大部分用到的無緣的機會比較多 就不用跟它面對面這樣知道嗎 聽得到聲音就好了 那現在呢 在模擬器其實也有 也有那個風明器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玩真的 好不好 就玩真的 那各位還是麻煩一樣 要 增加新的裝置的時候 請問這個東西要不要先斷電 要喔 所以麻煩你先斷電 然後找到你們家的風明器 對了我這裡有那個 我給你看一下有緣跟無緣的 我這裡好像有一個 這個的樣子 沒有 沒有沒有我這邊都是那個 好沒關係 所以你就拿 這一顆出來有沒有發現就是 一樣 所以它因為是一樣所以就沒有分正負極 那麻煩各位呢你拿兩根公母的杜邦線公母的喔 那要怎麼接 隨便你接啦 反正沒有分正負極嘛 對不對你要接哪一支都沒有關係就這樣接上去 沒有 各位你看那個風明器上面有寫正負不用理他 對這個符號他 他沒有差 他這個沒有差喔 我有試過 確定確定 所以這個沒關係 正負極這裡 所以你用哪一個都OK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其實 老實講如果這個 你願意的話是可以插在這上面啦 但是 我發現這樣的損壞率比較高 因為有些人手比較大力 他插不下去 他就把 你要把它插下去 這樣 這樣就容易 斷腳在裡面 我這裡有一個屍體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同學 跟我講說 老師我要換一個 有沒有斷腳 有沒有斷一隻腳 所以我後來上課我都改用這樣 因為這樣會斷掉的機會很低 反正就切的就好了 不過當然這個 就是 鬆緊度會比較差 可能就是有 可能如果你比較鬆的 也許會稍微比較容易掉下來 這就看你 就稍微留意一下 反正我們這樣稍微頂著 就不太會掉了嘛 好 正極的部分要怎麼接呢 正負極 我們看一下這裡 簡報第56頁 簡報第56頁 我在簡報上 我是放在05 對不對 但是啊 其實你也可以放在哪裡 也可以放在別的腳位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LED燈 是不是差在05 所以我們就換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我補充一下 就是 麻煩你 那個 不能 風明器的腳位啊 請 不能接在05 以下的 05以下包括哪個 04 02 00 有沒有 這幾個不行 就是 為不丟他本身啦 就是 風明器如果你接在05以下的腳位 他會沒辦法用 所以你必須要接在像我們右手邊還有16啦 14啦 是不是都有 就這幾個都可以 我稍微補充一下好了 這裡我猜 這樣 這個稍微註解一下 各位不用擔心 我簡報更新 你們就跟著更新 除非你有把它下載成PDF 不然的話 雲端版的我這邊更新 你都會跟著更新 這樣了解 那我們把他接在幾號比較好 我們把他接在 16 好吧 把他接到16 來這邊 看一下 反正 現在沒有分正負極嘛 對不對 我就把一隻腳 其中一根 接到16上面去 有沒有 我就接到16上面 哪一根都沒關係喔 反正其中一根就好了 好 那原本你的風鳴器 原本你的LED燈 上面還有兩個角位嘛 05 還有GND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是上面已經有三根 三根是放在這裡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來了 因為 請問我們開發版 有幾個GND 只有一個 可是你現在要接兩個以上的裝置 就沒辦法啦 你總不好意思說我們兩個 小客戒 沒關係 怎麼辦 要靠我們麵包版 對對對 靠我們麵包版 所以 來各位 現在呢 你回頭看一下這裡 我們麵包版這邊 各位還記不記得你哪一個 是 GND 如果你忘記了 請你把你的這個 拔起來 我們是不是短角是GND 對不對 所以我的是不是 黑色那一條 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的 如果你不確定了 所以其實 我的風鳴器的另外一隻腳 如果我把它接在這一排 任一個位置 有沒有都是一樣的功能 GND 有沒有像這樣子 我就 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是 短角 這一整排 都是GND GND 等於是延長線的概念 延長線的概念 所以我這樣插上去其實就好了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的風鳴器就是一隻腳 我接到16這裡 另外一隻腳 我就接到跟 LED燈一樣的 GND 這一個 這一排 這樣就接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比較多的裝置 你就知道GND會不夠用 就要靠我們這個麵包辦來幫忙 好 如果沒問題就插電囉 好你就可以插電囉 Well GND